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怕违反了交通规则被电子眼牌的扣分罚款 对于广大吃瓜群众来说 区区小事so easy 今天小编给大家盘点一下奇葩司机们的奇葩措施 有没有在路上看到某些车牌照上面有各种遮挡物 抹布 纸张 报纸等等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们用不到了 然而这只是最简单的 还有更牛掰的 接下来说一下升级版 拿东西遮挡车牌的都是浮云的 一甲乱针才是网道 比如在车牌中间的几个字贴上贴纸 拿个贴牌把一些数字遮住 甚至制作牌子换一个 这样电子眼估计拍不出来了 但是跟交警叔叔的火眼金睛比起来 还是老老实实认罚吧 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奇葩措施的终极片 那就是人肉遮挡器 原谅小兵看到这几个字就想笑 大家可以自行脑补画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什么奇葩的逃避扣分罚款的着处没 小兵想告诉大家的是 安全是最重要的 即便是你想到了真的可以逃避电子眼 或者交警叔叔的办法 一次是侥幸 第二次 第三次呢 不可能次次都逃过吧 所以还是做一名好公民是最好的结果 遵守交通规则是对自己的负责 也是对他人的负责 交警叔叔说我们不约 对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